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金氏骇俗张宁中国近代史观 张宁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和民运人士 他既是一位思想者又是一位行动者 16年监狱里的漫漫长夜 不仅没有摧毁张宁的意志 反而更加锤炼了他的思想 我们相信这个系列访谈节目将会给观众朋友们 带来全新的思想冲击和深深的思考 今天是本系列节目的第一集 下面有请张宁先生 张宁我看过你的一些文章 你曾经提出了一个不同反响的观点 可能很刺激国人 你说中国2000年来没有进步 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不会赞同你的观点 你能否简要的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2000多年前的时候 当中国处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 那时候人口迅速膨胀 然后列国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 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一定的自由 至少不管上大幅下大幅还是其他的世人之间都享有一定的自由 他们可以自由的迁徙 他们可以发表自己的学说 所以形成了朱智北加 所以应该说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但是不幸的是呢 这个秦始皇呢 很快就运用他从西边学来的这个技术 主要是按照我的制造这个铁器 主要是运用铁器技术 因为他那个铁器刀剑被这个青铜剑要坚硬 然后他就统一了六国 从那以后呢 中国就陷入黑暗之中 而且这种黑暗的这个状态呢 持续了2000年 这期间呢 有很多人就是说呢 很多皇帝 通过不断的这个努力呢 把中国终于建成了一座大监狱 一座像类似于牲口盆一样的东西 实际上秦始皇呢 他除了统一六国以外呢 他修建了一个长城 长城实际上就是一道监狱被讲 自从长城修建以后 中国人基本上就与世隔绝了 本来我们的东南是太平洋 西边有喜马拉雅山沫 基本上处在一栋于世隔绝的地方 然后呢 西北的地方又被秦始皇开始修建了长城以后 就开始了 就是说这个日常的交流断绝了 日常的交流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 哪怕偶尔有一个西方人 比如说类似马克波罗这样呢 他能够穿过浩瀚的欧亚大草原 然后来到中国 他都能带来许多有启发的东西 而长城呢就阻断了这种交流 实际上从来以后 中国就成了一个监狱 而且呢中国呢本来呢 从地理位置上距离西方文明的距离就更加有了 由于地理因素呢 他也没有产生过高级的文明 所以说经过这个秦始皇修建长城 经过汉武帝呢 大处备夹 独尊儒书 就是把中国文化呢 限定为皇帝文化 实际上儒家思想是一种皇帝需要的文化 是一种专门训练 人们做农才的学说 这个汉武帝呢 从思想上 从理念上 应该算了 把这个监狱 中国这个大监狱呢 就是说呢 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当然后来还有两个短兵的皇帝 对这个中国大监狱的贡献也非常大 一个是隋文顶阳间 这个很有政治才能 他建立了这个科技制度 这个科技制度呢 实际上对 就是基本上把中国所有优秀的头脑都给钳制住 就是让这些人 都是按照这个皇帝的需要去专业学 按照皇帝的需要去思考 按照皇帝的这个需要去工作 基本上彻底放弃自由 实际上这个科技制度呢 我们到现在都能看到 中国的高考 中国的各级资格考试制度 以及党校的这个培训 考核 实际上都是科技制度的翻版 它基本上是钳制了国人的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呢 如果说秦始皇的是修建了监狱为强 然后呢 汉武帝呢 独尊辱俗 霸出北家 就是等于把自由思想的一网打尽 全部消灭了 排除了 直升下这个儒家 这么一个农才宣说的话 那么隋养帝呢 就是建立了科举 隋文帝建立了科举制度 隋养帝呢 还建了一个 他的儿子隋养帝呢 更短命 但是他修建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他从物质基础上奠定了中国的这个大意图 王朝 就是说这个大监狱能够正常运作 因为在这之前呢 秦很短命 汉呢 他也是 就是说 他是借于这个一部分是有分建因素 另一部分是皇权 也就是说 汉武帝呢 他才是真正建立了极端的皇权 实际上刘邦呢 他不得不分分诸王 分分诸王就是那种分建制 也就是说呢 汉代呢 是分建制 这个皇宝贝制度 就是集权制度 他是混杂的一个制度 但是呢 自从这个隋养帝修建了大运河以后 他从物质上保障了供应 他就是说呢 使得这个大运河的相当于 各古代的中国的经济高速公路 他把南北连结在一起 他把南方纷扰的物质 运送到北方 然后呢 能够就是说呢 形成一个大立统政权 这个也就是说呢 中华这个大监狱呢 正式建成了 当然到了这个资元长时代呢 又发展了这个 这个特务统治 发展到了顶分 实际上 所有这些在当代中国 就是共产党统治当中 都能够生动的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共产党的这个封网 共产党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边防 这个这个对这个边民的限制 对中国人的总统治疑的限制 实际上是把中国人 来当一个大监狱 这个也就是说呢 共产党修建的这个大监狱呢 可以说跟秦始皇时代的这个边境防守 一样严密 然后呢 至于这个都争如书 共产党用马列斯想强行的这个灌束国人 给国人进行洗脑 有共产党修建制 异端学说 来强制这个农业人民 然后呢 又用他这个一系列的考试制度 来农业人民 然后呢 他拼命的修路呢 实际上也就是被加强控制 再加上这个 他的这个特务统治呢 更是共产党的特务统治 更是打到了顶 应该说呢 中共现在雇佣的这个情报人员 在全世界是 数量第一 甚至他可能成全世界情报人员 总数了百分之八十 就是说中共国民这些兼职的 和专职的情报人员 另外他的九千万共产党员 都是兼职情报人员 就是说呢 实际上共产党的本质 共产党组织本身就是 带有一个黑方性的组织 带有一个情报性的组织 带有一个情报性的组织 因为这从苏联 传过来的时候 就带有这个宣明的这个特征 所以说呢 中国这个共产党的实际上 这几十年的这个历史呢 基本上就本于重演了 从秦始皇一直到这个明朝 甚至清朝的 这么历史的这一个回合 而这个回合当中我们看到的 就是 他的的确确没有什么进步 在这个八国联律进入中国之前 甚至在毛泽东统治最黑暗的时候 基本上中国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监狱社会 一个原始监狱社会 就非常的野蛮 如果中国社会有文明的话 就不会有产烈的文化大文明 就不会有六十年代的这个大饥荒 也不会有那么 猛狂的这个红卫兵运动 异合的运动 所以呢 他实际上都在像我们显示 中国这个社会的本质 就是愚昧野蛮 黑暗 残酷 暴虐 没有任何真理可言 就是说呢 当这个 每当这个恶徒横行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抵抗 只能就是说 眼睁睁看他横行 他跟任何一个其他地球 和任何其他社会都不一样 他的正义力量在中国 正义力量 在中国社会 始终是微不足道的 就是中国人 只能逆来顺受 只能打掉牙齿 往里肚里疼 只能忍受各种各样的集权暴政 而且呢 因为儒家思想丧失了思想的自由 所以说呢 大部分人觉得呢 安心的像是农历 安心做农历 安心做牲口 就是中国人的命 就说呢 任何时候呢 你不能对长官啊 或者对皇上 有任何意义 不管他多么残酷 不管他多么暴虐 他叫你死 你就得死 叫你完了 这样一个社会呢 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的 2000年中国实际上 在应该这样说吧 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 秦始皇时代 甚至毛泽东统治最黑暗时代的中国 都是没有区别的 就是人们的意识形态 人们的思想观念 思维方式 生活理念 基本上是2000年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他本质上是没有进步的 黑格尔是这个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西方 黑格尔在这边也看得很清楚 他说中国原则呢 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一个国家 只不过是流氓恶滚 人烦执政 然后换一帮流氓呢 能流上台 然后呢 从来没有产生过分泌 我以前呢 对黑格尔这段话呢 十几年前接触的时候 我不以为难过 中国有汉流冲动的历史 我甚至在80年代的时候呢 还调到一个办公室里面 专门去编写厂制 那在80年代的时候呢 我记得在86年前后 中共中央曾经下令所有的县级单位 都要建立一个实质办公室 编实质 有的中央的县级部门 只有几十个人 就处级部门 只有几十个人 他都要有一个专职人员去编一个字书 就丹美制 就相当于中国的县制 但是后来我想 可能中国呢 就是说在这方面花的精力很多 但是我后来一想 他不如没有历史 他就说呢 中国的这个 虽然有汗流冲动的史书 但是事实上呢 他不如没有史书 还不如那些原始民主 靠口耳相传 靠艺人 就是用嘴巴和用耳朵听 用脑子记 用嘴巴说的那种历史 更靠谱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 全中国所有的字书 实际上都是谎言 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部署 还有一套规范 所编制的 用于给人们洗脑的 用于误导这个世界 欺骗这个世界 愚弄这个世界的谎言 所以我 我后来呢 更痛苦的认识到了 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谎言史 就像有人评价的那样 中国历史 实以作为 忠于无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有的史书呢 都是皇帝的农彩编写的 中国迄今为止 没有产生独立的知识分子 而我们知道 这个在西方 甚至在印度 在几千年前就有独立的知识分子 他的寺庙里面 他的这个宗教领域 那就是独立的知识分子 所呆的地方 他们能够讨论真理 他们能够讨论正义 他们能够讨论各种问题 而中国从来没有 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 就是皇帝允许的 你读中国这个 中国人所谓知识 就是所谓的这个世俗武经 就是你在家里面 找世俗学习那些 怎么样效忠于皇帝 为皇帝办事的学问 实际上他就是 简直就像训练公务员的 一套教程一样 训练农彩的一套教程一样 然后呢 当你这个集地以后了 考试合格以后了呢 皇帝呢 会任命你担任官员 实际上所谓的中国 两千年来的知识分子 都是学习如何做农彩 然后做农彩 就这么狭窄的活动 他们从来没有自由思想 没有独立的人格 因为知识分子呢 比如说你看现在 比如说从事中国民运活动 很多很多人都抨击 说这个民运这个人士 都不应该自己打工 然后再去思想 也就是说呢 人类进步到今天 已经产生了大概 至少有一万个行业 但是用于政治思考 或者从事政治活动的这个行业 到现在都在普通中国人 甚至在很多 关心民运的人的眼里面 都没有分离出来 也就是说他们 首先应该像普通人一样去干活 然后呢 让他们协下之余 再去从事民运活动 这就等于说呢 让美国的所有的这个政治家 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家 都要求去干活 像特朗普一样去干活 挣钱 然后哪一位 李全国就没有政治家 特朗普毕竟是个喊 是个力 他有这个才能 他是个牛人 其他人做不到 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人类的分工 是人类进步 和文明的一个基本前提 但中国到现在为止 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 就中国民众呢 从来没有供养过 一群独立的知识分子 我们知道西藏人 都会自觉是一个人 供养那些喇嘛 因为那个喇嘛 知道他们怎么样生活 维护他们的家庭 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事情 是道德的 什么事情是不道德的 但中国从来没有这么一个 这个阶神 中国古代的这个 就是说从来没有形成一个 独立与挣钱之外的 一个知识分子群体 这个知识分子群体 能够为人民服务 而不是为皇帝服务 所以呢 这就是中国 2000年没有进步的根本 张琳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啊 你说啊中国2000多年啊 因为是一种皇权专制嘛 所以导致了中国人没有思想 但是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从秦朝到清朝啊 他是皇权统治是没问题的 但是共产党这个又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啊 皇权他有个特点就是家天下吧 我们说帅土之兵莫非王土 而共产党是个党天下 呃 他是有一个理想的 是要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 那么你怎么能够啊 把两者认为他们是相同的性质呢 呃 呃 孔子的大同世界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 呃 他都是一种虚幻的这个梅想 他都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梅想 而且呢 呃 共产主义跟主家思想呢 他本质上的这个相同之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他都是 都是黄本主义 就是说皇帝拥有一切权力 这个共产党老主义拥有一切权力 他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人就跟我说呢 啊 你看共产党一上台就反对主家思想 是啊 这个清朝上台的时候反对明朝 明朝上台的时候反对元朝 元朝上台的时候反对宋朝 他每一个朝代更换的时候 他都是把前朝说的一无是处 对吧 对前朝进行猛烈攻击 更何况呢 中国共产主义呢 他是来自苏联 他是另一种 带有一种就是苏俄性质的 俄罗斯那种性质的那种集权 所以说呢 清集权 嗯 当然要排斥老的集权模式 所以对主家思想 进行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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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击或者说进行这个 这个排斥 但是实际上呢 在中国人内心的意思深处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明白 他们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 恰恰靠的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属家 实际上所培训的那种服从观念 那种无条件服从的这个观念 比如说最具有粉丝意味的是那个 冯玉强 冯玉强当然是一个有名的流氓 嗯 号称是拔形加农 实际上他是克格勃在中国的一个 主要代理人 那个党后他以前训练那个新军 他的士兵的时候呢 他曾经强制给那个士兵 减变了 每次减变了的时候 都是他亲自带着这个独战队 拿着枪 别的那些新兵 抓住脑袋 硬把他们的变子给讲 那些新兵都痛不流涕 但是后来久而久之呢 冯玉强就发现 这个不减变的这个士兵更忠诚 显示就像牲口一样忠诚 就是无论长官发什么命令 发什么荒诞的命令 那些人 脑袋后面流变的士兵 都能做到军教成死 成不敢不死 副教指望指不敢不往 就无论什么荒诞的命令 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执行 哎 分一枪就感觉到 哦原来如此 我的部队 当然是要为我是从 最好像牲口一样服从我的命令 那么讲了变的的人呢 倒有可能不服从 不讲变的的人 倒是百分之百的顺畅 所以呢 冯玉强后来这个招兵呢 恰恰相反 一律都要没减变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年 辱学又重新泛滥的缘故 在胡锦涛时代呢 他慢慢渐渐地发现到呢 原来对这个 现在在共产主义这个思想 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抛弃的事故 这个实际上呢 像江泽民 胡锦涛他们慢慢呢 也在尝试有一些探索 找到一种新的一种理性支持 一种理德支持 江泽民呢可能醉心于佛教的一些东西 胡锦涛呢 就慢慢的就觉得这个儒家思想不错 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挂羊头卖国的办了那么多孔子学院 然后呢 默许这个中国呢 有一些新儒家的这个思想 或者立国派 或者给他们一些活动的听众 甚至呢 最荒诞的还是中国的这个监狱系统 监狱系统是最提倡儒家思想的 要求这个囚犯都跪到在父母面前 跪到在这个共产党官员面前 就是说他说这是孝顺 因为人之本就在于孝顺 就在于服从 你只要儒家思想的那本就两个字 服从 不选 无条件